中医药知识大赛总决赛 你来解读中医药知识大赛总决赛最后一道题目 2018年12月16日 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总决赛在北京落下为幕 这次大赛由中医中药中国行组委会主办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健康台、各省、自治区 直核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等机构承办 决赛盛放已于大年初午晚8点30分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 CETV1播出本次大赛群应会聚 全国共有30个省份3000家机构約56万人心与其直播的网络点击量超过1亿 参赛选手实力红厚、势均力敌、比赛竞争激烈 究竟六死谁首?直到最后才见分晓 因此,总决赛最后一轮的最后一道题目被受关注 也是本次大赛的高潮 大赛主题为生活处处有中医 最后20分的大题是让选手门重 清明上河图等古画作中尋找中医药元素 虽说此题并未在以往的复杂大纲之内 但选手们充分发挥了想象力 并吸出了很好的答案 一,清明上河图,赵太成家 举世文明的清明上河图 为北宋章泽端的作品 为千年前北宋都城东京变梁的鸟陷图 是一幅珍贵的历史写真画卷 其中有医、有药、有历史、有文化 值得精品细读画面 图中,赵太成家 为北宋都城东京变梁城内的一家中医诊所 缓乱左侧文字为自走所商真方习香丸 右侧为大理中院依常慰冷 上为赵太成家 问题 问选手可以从中捕捉到哪些中医药相关信息 如三位妇人和一个小孩在干什么 提示 患者后诊 这家诊所标示出了哪些专科特色 提示 常慰冷 走所商 招牌中的大理中院 习香丸以未着什么 中诚药 点评 赵太成家是一家中医诊所 太成 为 太医局城 的简称 属于宋代高级医官 宋徽中年间有48人 该诊所位于黄城根下 阔卓堂皇 可能是太医在宫内公职空闲时间的兼职 诊所中间有一把交椅 虚伟以待 医生尚未出来 已经有病人等候 三位妇人 其中有一站立着的可能围服人 坐着的一位妇人抱一小孩 有可能是为小儿求医的 图中有两块广告招牌 分别书有 大理中院医长慧冷 和自走所商 真方习香丸 招牌上标示出了常见的疾病 即长慧冷 和走所商 当属 富贵病 范图 画卷中所描绘的是宋代太平盛世一派歌舞升平 与张仲景 华陀所处的战乱疾方年代完全不同 在画卷中可看得不止一处走旗 走流 还有客人走后狂偶的生动记录 宋代是医药发展的时代 不但有完善的医药制度 药业十分发达 沉医民药方便 官方还组织出版了 太平慰民药制局方 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步由官方主持编赞的承约标准 习香丸和大理中院也可能是诊所内自家的制制 也是当时中承约流行的具体体现 2. 清明上河图 刘家香料家 画面 刘家香料店 可见文字为 刘家上色沉谈 问题 根据图片信息 问选手 沉谈 指的是那两种既是香又是药的品种 以上二者功效如何 二药原产地在何处 典评 自古中药行业内有 一香二茶三药材 之说 可见香料所占的比重之大 地位之重要 中国古代有四大香料 沉香 檀香 蛇香 龙檐香 俗称四大名香 这些香料本身就是名贵的药材 先说沉香吧 具有行气止痛 保陕纳气的功效 原主产东南亚 是沉香受到真菌感染或者物理化学伤害后 植物自我防御机制而产生代謝产物 从而形成含树枝丰富的心材 入水而沉 因此颇为难得 加之需要进口 更为尼足珍贵 香港 即 运送香料的港口 香港因转运沉香而得名 檀香为树之心材 具有行气止痛 散寒条中等功效 原主产印度 有老山坛之称 后来澳大利亚亦有发现 被称之为新山坛 有名的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也都曾出产檀香 沉香 檀香可入药 用于香料 用来做雕材 身价颇高 沉香 檀香的的工艺品在北京 台湾的故宫博物丸都有珍藏 香药在宋代商品贸易中佔有突出地位 当时宫廷 贵族赏赐予进贡的物品中多可见香料 如香飘渺 尽显车眉之风 至古中药有外来 无论是大汉还是盛唐 中药的来源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疆域 本草岗目 中有一百分之零的药材为外来的 陆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 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的瓷器运到西方 运回来的重要的商品之一便是香料 福建泉州有一艘宋代前的古沉船 船中装载的货物有瓷器、丝绸等 还有胡椒、乳香、檀香与沉香等香料 向人们掃说着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见证了祖先曾经运向千年万里的辉煌 三、串灵卖约图 画面 串灵卖约图 展示了古代灵衣走街串行卖约的场景 问题 灵衣手中的铁环叫什么 这个铁环与宣斯庙 座府针龙的传说有何关系? 灵衣这种古代的行衣方式有何特点? 点评 这幅画作并非取自《清明上河图》 但却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延组 中国风俗画的制作历史久远 四川城都发现的东汉画像砖中有余猎、收货、严井、白弃之图 家与关出土的三国时代的画像砖上有团痕、牛耕、龙桑之景、自送代 风俗画制作贵然成峰、出现了不送的《清明上河图》、和南送礼送的《货郎图》等 串铃卖药图,经常出现在中医药的宣传画中 在海外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此图的原始出处为 北京民间丰逐百图,原稿藏北京图书馆 画作中描绘的士清末年间的世障 全部彩绘,画公精细,并附有别致的配画文字,图文相得益章 作品中有不少和中医药密切相关的图 如《医道图》、麦斌囊图、剃头放碎图等 与赵泰成家医生座堂,患者求医不同的是 串铃卖药图,讲的是另外一种中医传统行医方式 图中,灵医,左手摇一串铃,右背跨一黄布包 手中执一红色招牌,上书,路顺堂 灵医又清酒方医,游方郎中,紫州游各地,具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 座堂医与灵医是我国古代中医行医的两种主要方式 不要小看串铃卖药的中医,很多名医都起始于串铃卖药 相传灵医始于战国贬着,秦月仁 因其多以串铃招呼患者,故名灵医 李时珍的爷爷李晓珊就是一位灵医 有著近400年历史的老字号和人堂的创始人 落尊玉也曾是一名灵医 他于明朝末年来今时串铃行医 落户京城,逐步发展,创立了同人堂药店 无论座堂医还是灵医,中医介有,医不扣门,的行规 但愿世间人无病,不怕嫁上药生辰 医生对患者有求必应,但不是主动上门找客户谋生医 灵医拿在手里遥仿的串铃名为,虎撑 串铃一响郎中道,游医就不用一直用桑子要喝 有沉医问若者便会闻灵医治 虎撑,知名与若黄孙思廟有何关系呢? 相传孙思廟在山中彩虐时,被一只老虎拦住 他本以为会命桑虎口,但奇怪的是老虎并未向他扑来 反而将开大嘴敦在地上,满眼忧伤地注视着他 似乎是在乞求什么,就在这只老虎不断摆动老袋的时候 孙思廟才发现,一块动物骨头扎在了老虎喉咙上 他想替老虎脱去这块骨头,却又害怕老虎忽然闭嘴,咬断自己的隔膊 情急之下想到一个办法,用扁担上的铜环撑开虎口 就这样,骨头被顺利地拔了出来 老虎为了感恩,甘愿成为孙思廟的座骑 若黄所用的铜环被改造成串铃,成了若黄弟子门的招牌 中医若与中国的民族有著千丝万女的联系 2018年是李时珍诞神500周年,其代表作《本草纲目》既是科学的史诗,又是实用的宝典 《本草纲目》讲的就是中国人的一天,日常起居,衣食住行,中国人的一年,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中国人的一生,生老病死,尋找民族或中的中医药元素作为大菜的收官之笔,恰好回到了大菜的主题,生活处处有中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